炮彈在战场上发挥效果 乌克兰军队现在不只用传统武力 也购入高科技产品 不过军人手上拿的这个监视器 却是小朋友存下零用钱买来的 8岁乌克兰小女孩把自己玩乐的钱 存起来拿来买反攻利器 前线士兵听到消息士气大振 农地留下俄军的坦克残骸 也有小朋友打算把零件 拿去变线支援军队 普京在四个俄罗斯占领区宣布戒严 外界游行这几个据点可能遭强力镇压 或被征召帮俄罗斯打仗 俄罗斯官媒记者逃到美国踢爆开战后 他就知道俄军死伤惨重 不过普京却施压媒体掩盖真相 如今俄罗斯官媒已经成为普京的宣传工具 这场战争恐怕还有更多俄罗斯人不知道的秘密 TVBS新闻中不倒